这是我们家保姆顿的鸡汤 用的是乌鸡 我和他说了 明天换排骨 佳佳真是辛苦你了 我一点都不辛苦 我就是动了动嘴 谁说的 你经常医院家里这么跑 还找大夫 不都是事啊 倒是小湛姐你最辛苦了 我来喂你吧 谁都不要 我不喝 你看看你又发脾气了 走走走 都走 都走 小湛姐 没事 有话就好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 看见孙小燕在楼道里呢 滚 你让他滚 让他滚 让他滚 滚 来了 他不想见你 医生特意嘱咐了 现在他绝对不能受刺激 你还是回去吧 小湛姐 你帮帮我 你告诉我 我到底现在应该怎么办才好 我知道 是我错了 是我不对 我现在也特好后悔 真的 你说说你啊 你费心心思把我赶走了 你倒是好好跟他过呀 你看看你们 又有钱 又有事业 什么都不缺吧 他还那么的宠你 连班都不让你上 那你就踏踏实实在家好好还孩子不好吗 我真是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还想要多少啊 这儿还有一位 怎么样 好久不见 进来可好 行啦 别拼了 来孩子呢 好着呢 珊珊怎么样 好 你猜毛老师跟我怎么说 说珊珊这孩子 感觉好 有灵气 真的 真的 真的真的 欣欣呢 那更好 那足球踢的 辛苦了 周师傅 还得说这刘师傅辛苦 你是拉客人过来吗 对 送一个病人 这是给你买的莲子粥 快 趁热喝 我等会儿再喝吧 那哪能挡呢 必须趁热喝来 不然我胃 你别拼 好厉害 小战俊 真羡慕你们 我们有什么好羡慕的呀 我们就是平平常常过日子 羡慕 也可以 是 我们虽然不是有钱人 但是我们的幸福指数 不比有钱人差 我们不做亏心事 我们吃得香 睡得甜 其实你也行的 你现在应该好好想想 怎么帮国强度过这一关 我要找的呀 是护理病人 我 我护理过 真的 真的 病人是坐轮椅啊 还是摊床上啊 啊 还有 要不要似乎尿尿什么的呀 你说这还用问吗 他是个病人 你当然各方面都得照顾了 那 住的跟吃的调整都还好吧 这你放心 住公寓 吃米面 那 行吧 那咱可说定了 定了 棉花 这个屋里啊 这个屋里啊 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 经常开开窗 但是呢 千万注意不能让他感冒了 啊 啊 还有就是 要要按时吃 这时间千万不能搞错 嗯 一定要按照这个 恢复手册上的方法来给他做按摩 呃 等外边天气好的时候 推他出去晒晒太阳 啊 这些倒行 但大姐 如果说 他要是大小便把裤子弄脏了 那这个我可就不管了啊 行 这你不用管 你老公啊 也真能骗 跟我说的条件可好了 说住什么公寓 公寓就这样啊 这不就是公寓了 对吧 就是老了点 应该算是老公寓 好 老公寓 棉花 我们这条件是差点 但是你只要做得好 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对 合同上都是你的签名 如果我们胜诉了 你就完了 你明白吗 你太坏太贪婪了 你把冯总害得太惨了 黄柳铁挖坑 你填土 你们这是想把他置之于死地啊 你们不但卷走了他的钱 还想把他推到被告席上 没有 从来没有 我从来没想把他推向被告席 本来我们已经起诉了 但是最后冯总又改变了主意 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 他是害怕你受牵连 最后受害的人只能有一个 不是你就是他 冯总选择了他自己 听着想而做梦啊 但又不想而做梦 嘴里边啊 还老人家 我死了 救救我 听了怪吓人的 我死了 好 没事 小贞 小贞 ap 口征 走 好 行行行行行 我 Hack 你瘋了吧 日有所思 夜有所想 是不是 把小湛当心里一抗了 后悔了吧 擦擦看 来 擦擦看 还说这些 人家都已经结婚了 她老公又是个小心眼 你拉倒吧 你这小心眼 小心眼对那么好 我看都是你的错 行 都是我错 我活该 我做报应 医生都说了你能好 又是有事啊 哈苗 实在不行 敲墙 请请就过来了 好不好 小湛在这儿怎么都觉得心里踏实 小湛不在啊 怎么都觉得别扭 我说冯先生 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啊 你啥意思啊你 你要是觉得我不适合 你可以直说 你放不着给我来你们城里面这一套 你看看啊 她是病人心里不舒服 是不是 你再说她也没说什么呢 她怎么没说什么呀 不要以为我们先生人傻 听不懂 我全听懂了 都跟人家离婚了 还惦记了人家 什么人呢 我不干了我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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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呀